过度使用3C产品 少眨眼或是免疫系统疾病 都可能造成眼睛干涉的症状 但从中医角度来看 久坐或是长期低头的姿势 会让干眼症问题血上加霜 全身的筋肉都要去供养眼睛 那它上来头面都要经过肩膀 所以如果你长期做一个姿势的时候 或者是常常低头的时候 肩膀就会比较僵硬 这边的气血就会过不去 所以对我们针灸的医师来说 这个筋肉不同也会影响到 眼睛的不止干眼 包括湿力这些 人体有365条筋脉 最后会汇集到脸部 顺着筋脉把营养送往眼睛 干眼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负责 输送营养的筋肉阻塞所导致 疏通后脑的风持血 可以改善症状 公益眼睛的筋肉都要经过脖子 所以眼睛不好的人 很多都会表现成后面脖子 这个风持血很僵硬 那刚好那个西医的视觉 那个解剖区也会投射到后脑的位置 所以把这个地方放松之后 脑部的筋肉供应 跟眼睛的筋肉供应都会比较好 在中医谷籍中 撑干眼症为白色症 干色昏花症 神水江窟症等 透过针灸刺激眼睛周围 精明 攒竹 尘气 影香等穴位 可以疏通筋络 滋养眼睛 那我们针眼眶周围的这个穴道 它对于这个眼睛的这个整个修补作用 或者提高速力作用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我们的穴道不管直接或间接 都是经过眼睛的 平日也可以自我按摩眼眶 将食指弯起 由内而外按压眼眶上缘和下缘 再按压太阳穴 配合每日热敷10分钟 都有助于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减缓眼睛干色的困扰 换到保守头了